我知道Niu Cycle就不在我們三個男人那裡了 但是都... 你先別的,不用別的 不用,我可以的 但是都... 開始有人說回車廂裡面 是否應該裝這個鏡頭 其實本來是應該要裝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說逃犯 所以這個... 都是一個私隱問題 都是一個私隱問題 跟法律之間有關的 這兩樣東西都是有很其次鮮明的價值觀 作很大的衝突 我們香港人覺得有人犯了法 是否應該誠於法網 是 應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是 不過你要我第二屆去大陸的話 或者第二屆來香港就不要搞了 就是那種兩股既又很正義 想誠諸於法 又很想... 中國 香港人... 香港人很有趣的 對法律好像很執著 例如好像安心 偷食這個事件 就是他們竟然說出一個 的 aspect就是 這樣在車廂裡拍攝 合法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會這麼執著 這個法律 那個車廂其實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私人空間 不過就是屬於的士司機的空間 那個鏡頭的原意是保障司機的 沒錯 因為以前是經常打結 現在好像少了 以前的士是經常打結的 他全日的收入都放在那裡 其實是反映這次司機收入已經低到 已經不能利誘到一些歹徒的 哈哈哈哈 那不懂得支撐 或者譬如有人可能喝醉 然後吐啊 爭吵啊 之而此類 總之香港人都是那種生態 影低因為沒有時看 有什麼事去到警局的時候 我的證供對我有利便拿出來 是啊 我猜不到他會拍到這些東西的 不是 拍了之後那個版權是歸攝錄製的人 那不攝錄製的人就是司機 剛好幸好不誠實使用電腦 是不涵蓋自己的電腦 哈哈哈哈 那個鏡頭都算是電腦 不是為的士司機平反 我們聽到那麼多節目 或者那麼多網上短片 講這個安心事件 我相信是得我定會為的士司機平反的人 不是 我覺得還有法律 香港有那些 我經常有法律交 香港人有少少法律交 還有一件事就是法律是執行的 是 那你現在別人整個攝錄製 你怎麼執行呢 你怎麼知道司機是誰呢 一個問題就是 你沒辦法找到司機是誰 現在他說是立法禁止拍攝 禁止拍攝 去保護私隱 那除非你 人家如果在那個車廂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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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立法呢 這個 這個 到時 那個版權 如果一旦買斷的話 對方是有權控告 所有開心分享的人 但是政府又可以拍攝我們 政府這麼多天眼 他就沒事 對 因為他把私人地方的界定 界定為這個 車廂還是私人空間 如果我租你的的士 後座的空間是沒有 你都沒有權拍攝 就好像租一間酒店房一樣 酒店是不應該拍攝的 所以我不知道法例 酒店不可以在房間拍攝 是 我不知不同的法例 不過 尤其是他們有這樣的原意 是 他們也可以透過 即是我們私人三號公共政策 如果這樣執行上的話 應該是在的士發牌那一處 下手 不可以拍攝的乘客情況 當然 這條法例一旦執行的話 就會去到什麼位置出事呢 就是去到 有直視司機被人枯頸 或者是 甚至被人一刀 撞頸 撞頸 撞完之後 全民歪圓 又捉不到那個空手 就是因為武裝鏡客 不過到時乘客還是不在乎 因為乘客說 都不是我撞你 他還不讓你拍 不過因為的士司機是少數人 保護的士司機 即是香港的少數人 是人家覺得 該死吧 你做得這行的話 你預料了 份量包了 份量包了 即是的士司機 份量包了風險 即是的士司機被人撞死牛 是應該包了 工作風險的一號犯 就好像攀山救火源 救那些不應該攀山的人士 是不是很差 對 香港人可憐 都可憐 都是一部分的工作 那的士司機 如果在沒有鏡頭情況下 被人撞死牛 都是一部分的工作 你知道 香港人對少數人的保護 是極度疲勢的 煙聞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譬如 電子反應道明安全感 都說 就禁止他 那的士司機一樣 沒有攀山鏡頭嗎 不要緊 被人撞 那為何要保護 反正你再加一貴 反正你再加一貴 那為何要保護 後面的乘客 因為後面的乘客人數到 對上一年 但有多少人 就是那個私隱 是這次出事 你做了這些事 老實 這就決定於 究竟我們這個節目 究竟我們這個節目 應該收視 不排除 我們跟老婆 這就是時候 被人擔心 其實 他的意思是我們還是我們 其實 我是不是那些 他們倆的PR 即是高雯那樣 就是他們把這件事 打給他們 打給他們 從甚麼 你講完這些 我覺得整個很無謂 整個 應該不會 其實是其他人 抽水 什麼的士聯會 出來抽水 私隱專員 不是 應該是說 一傳媒蘋果日報 我看到自己的股價 猶如這個 成龍用這個 打黃西流水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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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知道 要打回應的話 你知道 New Cycle的事情 其實 由事件 被揭發 到事主回應 而事主最重要的是 一 不要否認 二 鬼低認錯 是 完了 其實他呢 還欠一個回應 我知道 我還欠鄭秀文 但鄭秀文將Facebook轉黑色 已經回應了 他不肯跟他自我 因為這些很標準的 法律就是 老公出了事 老公第一件事 解決了老婆 就說老婆不原諒我 老婆說可以的話 老婆你可否經我出來 寄招 老婆不肯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就說 完了 你看今時的newsuit 都沒有人說這件事 為什麼他們這麼順滩 出來認錯呢 今天蘋果又留下最後一段影片 就說他們是否一起下車 他就是想著 如果他們有夠膽否認 這段影片就出了 是嗎 即是 Peter 我不知道你幾時認識到老婆 是嗎 我聽聞就很早已經認識了 你很年輕 是 你都很年輕 不過你很後期才一起 我跟高明輝 真的有很多經驗 我相信 高明輝可能比較厲害 不過我很多時候 送到女生回家之後 雖然可能在的士後座 也有些狡猾 也好 下車的時候 真的跟她說 goodbye 之後再接電的士離開 當然我不排除 還有一段就是 大廈裏面的 CV 到時就要跟電梯箱裏面 我問我是不是私人空間 是否都要禁止立法 有這個攝錄 不過Ali's 因為記者 要繼續跑其他N公司 原本這段已經死了的故事 已經跑完了 連體育版也有關 是嗎 找回其他外國球星 找回其他外國球星 即是怎樣 其他球星類似的事件 又有私隱的expect 沒有私隱的expect 所以就是那個新聞的生命體 已經沒有心跳 鑒粗繼續在那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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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去問那個的士司機聯會 當然是說 這個也是 他一開始已經輸了訊息 他說這個司機是 就是去貧資馬 就是這些 我真的問 為何要交會費給這些的士 不是 可能是的士排署交的 不是私隱的 不是的士排署 不是的士排署 還有分比 的士排署 這個更易明 看這個節目 我相信 因為你加入了C23後會 加入了C23後會 應該對公共政策很有興趣 對嗎 但是怎樣銷售公共政策 對於的士排署最關鍵的是什麼 跟Uber 只是收錢而已 老實 如果這段影片 是一個Uber司機 拍而流出的話 就不是害群之馬 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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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 如果許智安的士就沒事了 對吧 所以應該立法更像Uber 對 每天去廣州 也有的士 不是的士 他也有一個鏡頭錄著斜上 然後我認識司機 他就說 我跟他講 我說 那個鏡頭錄過 你錄過什麼 最厲害的影片 然後那個司機 然後司機 很明顯都知道 他智安的事情 好像有大陸 8度的搜尋很厲害 很厲害 對 最重要的是搜尋王生榮 是誰 因為不知道是誰 因為大灣區的人 是不看TVV的 他智安是很紅的 首先說 很多人知道 但是司機說 那個鏡頭不是他 是迪迪的 但是車是他的 所以他不知道那些影片是什麼 不過 迪迪應該是要求他裝 就是保護司機 和乘客一大堆爭的時候 是誰要結束的 只是政府總之 不要理會 你裝給他 也都可能 其實那個攝錄鏡頭 是駁到中央的 他們有說話 面孔識別的系統 你所有公司 一定有檔位 檔位 可能跟董事會說 你交進去 不要管 幫我保護 可能是這樣的 大陸那些 就不同 國情不同 那些攝錄多度 一路走的車 不斷閃 我問司機 拍了一塊照 離開好像50 為什麼會拍照 其實過程公路 我會拍照 即是看你哪裏 不知道 就看下先進 好像說很先進 那個鏡頭 譬如你 充紅燈這樣 他拍到你 即時在你那個 充紅燈 充紅燈 充紅燈罰就該罰 立即回帳戶口扣 立即回帳戶口 行人充紅 是啊 做人體面行人 真的不跟紅燈 都要立即回帳戶口 所以很危險 亦都是為何 我自己覺得 街邊 政府放攝錄 我就一定會犯 的士車廂 的士路 是他的罵車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他不會告你 他無端端不可以錄 除非你好像安心 有所謂的market value 他就可能不公開 否則 那種自動扣款系統 一定會出事 因為昨天我從沙田馬溫山 開車回去港島的時候 在威爾士親王醫院上去 施士山水路那段路 他們有幾架車 正在修造燈 即街燈 上面那些 他不是有個箭墜 叫你轉線 他剛剛修造燈 之前那段路 就是雙白線 是 現在問題就是 適限系統 知不知道我沒有卡 這次雙白線 的原因是被前面的車 如果是警察看到的話 警察就明白 沒有辦法 有什麼罵 這次是 不過如果你是說自動扣數 都不知道我跟誰想做 這個跟什麼一樣 跟所有 通常你去餐廳 收錯錢都是收多 很少會收 收少會想做 很多 所以這些情況 應該就是扣你了 好了 也回來了 香港 你不信氣 那張票來了之後 你不信氣 你可以跟政府說 我以為大公司 你知道你射槍不對 那一隻 當你爭辯的話 就要請鬼有鬼的律師 說前面有個工程車 要我轉線的話 就自己來也可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很突顯到兩地的司法心態 也是我覺得解釋到 為什麼一個女生被人殺了 那個男生 擺明就是拍拍屁股走的了 走得了 就因為沒有引渡條例 而說要引進引渡條例的時候 香港人 真的有女生死了 應該是被人拘捕的 都這麼抗拒引渡條例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是 那些人是支持的 是嗎 是嗎 拘捕他 先揹心派 反論 反論交 上身 那隻 你再解釋一句 就是 不只是香港台灣 香港大陸 也會 現在的問題 其實台灣已經一定不簽了 對 所以 所以 那個Course是沒有了的 對 就算通過了 那個男生 也不會引渡去 不會引渡 不過香港警察有權 拘捕 特別如果是 對 至少我的大陸 應該是這樣 否則林鄭也不會這麼大聲 她不收 她會引渡台灣 但是 所謂的原因 引起的原因 已經沒有了 但是 都更加強 你就明白 這件事其實不關林鄭的事 只要有一個mandate 就是要搞人家 即是 她的支持者要做這個 她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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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老闆 可能不知道 很多議員都說她的老闆就是人民 對不對 那林鄭就不是 香港人自己覺得 不要再玩 你應該是林鄭的老闆 當然不是林鄭老闆 林鄭老闆 我們沒有幾 你傻 你應該是大陸 但是 問題就是 只要這條法例一通過 我們基本上就會變成一個 大陸法規 因為 她一定有方法去促利 如果她想促利的話 而法律也是有方法的 所以 只要一通過這條法例 大陸法律就適應了香港 她說你要經香港的法庭 我有問過 關於這些逃犯 如果一旦要遞戒的話 有一條國際法例的原則 一定要follow 就是兩地都有同一條法例 而兩地都是禁止同一條行動 才可以引導 OK 理論上 你說 即是法輪功那些 他們是不能拘捕 因為香港沒有法例 禁止法輪功 第一次說 不行 要拘捕 看看要拘捕什麼 他們拘捕一條 香港都有法例 是的 如果你是說 看回現在維基解密的 Julian Assange 阿桑奇 阿桑奇 現在他告 你很奇怪 美國政府 只是用一條法例去引導他 就是說 他串通人 嘗試 hack進入一個 政府的電腦檔案裡 很確實的 非常確實的 這是因為英國也有這條例 是的 因為你說 如果你說 印政府的機密 這個很難打 因為這個是記者的天跡 任何記者 唯有Document 假的print 衛報print 因為hacking 就是犯法 對 用一條法例 很多人已經猜 如果一旦 第二屆去美國之後 就會有十條法 暴風雪 這樣下來 所以 為何要打這件事 就是 就算你說 要香港法庭 攔截 都 你知道香港 今時今日來 律政司的事情 就是殘勢 雖然他們不夠班 他們是香港外援的 外面大家僱傭兵 可以找到的方法 想到的方法 就是 你叫上面這樣告法 香港就會抵戒他上去 然後抵戒他上去之後 轉動他 所以 這個法例 就是 起碼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這些事情的人 每日生活都很規矩的人 都要害怕的原因 就是這個 我想 其實我推前一步看就是 為何一定要 就是中國 要立這條法例 第一就是 你23條 我在幾年前 那時候 上過 跟一些內地的官員交流 因為整批香港的智庫都有上去 那時候曾經有一個大狀 我免得說哪一個 但是他就說 其實你如果不給23條通過 國家一定有辦法斬件上 或者 我忘記他那時候說 另外一個文章 不知道多少 我忘記了 他說到時候他上你更糟糕 我覺得其實現在所謂的23條 已經的討論已經是多餘 即是他會斬件上 已經斬了 這些建設式 其中一個 而且不是斬 是加強版 強過23條 即是如果23條一通過 還有機會衝探一下 你要想一下 如果當時23條通過 其實可能真的對我們的保障 可能更大 即是 那時候 你起碼 不牽涉 所以你這一下有些少許是阿嬌 為什麼 天賺不信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都可以很糟糕 即是 現在他簡直是他的法院 他去 差不多他批評了法例 接著之後 傳來你執行 但又未必有23條 可能逃犯條例已經通過了 可能是 找那些憲制專家去檢查 但是這件事 基本上就是 就是消滅一國兩制 而如果消滅一國兩制 我想的就是 我想的就是 習總說不忘初心 習總說不忘初心 習總的初心是什麼 他是一個 同一大宗 不是 表現上不是這樣 因為他的學位 就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博士 不是各個都讀多些嗎 要讀就不是一定做得到的 他不是一定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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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康澤文 康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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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讀過資本文 但是他的學位 是工程師 讀經濟學也要讀馬克思主義 所以基本上 香港最害怕的那班就是 我覺得其實阿大佬都是躺著一下做一門窗 其實根本就不是要特別這個法律去照顧他 只不過就是他太過notable了 他的case 太高的 不是 人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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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高調 及他的case 亦都高調 是的 case都成了 是的 法例通過時 就不能傳他這樣解釋 基本上就是 所有有錢人好 我想其實最初的設計原意 不是香港有錢人 是住四季那班 是 住四季那班 不需要有引渡條例 都會 可能就是他覺得太過分 你沒有聽過香港最神化的那隻公共交通工具 是 洗頭艇的嗎 但是現在最好 直接找特區政府outsource給你去做 免得自己探討 之前就可以低一些大家不認識的人 是 現在有這條法例 就可以低一些大家都認識的人 他都不理會否認識 總之就是他執法 首先就是先對付四季那班 大陸有沒有誠實使用電腦條例 是 是 他立即通過一條條 不能 他很快 就說他犯了不誠實使用電腦 不誠實使用電腦 不誠實使用電腦不算商業罪行 不知道 甚麼罪行都可以 這樣就是 因為是盤面商業罪行 盤面商業罪行 現在是自由黨 只是商界 所有商會 在外國那邊商會 很反這條條例 但沒有關係 其實他不需要用商業罪行來控告 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是說 因為看見這個節目 都是想知道公共政策法例如何定立 是吧 任何這個法例 根據我們香港立法會規則 都是要在立法年度之內審議完畢 如果不是 就要推到從來 在新的立法年度 即是出面選舉之後 那班新議員全部埋位之後 才可以再跟進一排期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這條人都會說 應該是一些 以前的世代 還有抑民的世代 就瘋狂拉布 拉布 現在也是 但我們這些人員越少 會願意拉布的人 對 不過又這樣說 政府如果是十拿九穩 因為中央做事 不是只叫政府做事 他自己本身都會站在那裡 大家想說 真的靠你一個林鄭嗎 當然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 如果不是 突然間不會出這個豁免 因為政府一旦一出豁免 豁免以後 由三十九變到二十七 之而此類的 是的 一旦豁免的話 那些人就聞到 你也知道議員好像鯊魚一樣 一直不斷 幾類的吸票 食資源再繁殖 他們就是和議員做三類的 那議員就聞到 鯊魚般最喜歡的血味 所以呢 你說有沒有拖 可能有一拖 不知道 因為現在民情一定是洶湧 如果我是建制派議員的話 我會跟政府說 你不是在我選舉期之前的半年 突然間要我去 單手炸爆這個兩制嗎 選舉期之後搞吧 你可不可以用一下大腦 在2020年才推開立法會 2020年能通過 你現在通過 2020年選完之後通過 如果你說明年已經有投票 香港人一定會記住你的 還有香港人是一個很隨和的民族 不過也是很容易會更興奮 很容易 今天試過 是 一段拖手片 嘴嘴片 已經這麼興奮了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 我做建制派議員 我一定會跟中央說 上面西環說 你現在叫我這樣做 除非你的鐵票工程很厲害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中產可以說再見 全部說再見 是嗎 我覺得中產很喜歡 會不會很喜歡 中產有很多批 回大陸那些 一個不回大陸的中產 因為很多中產都會說 我都不回大陸的 我的油化也是沙坡 沙坡路 我覺得現在 國家的厲害 就是 他拘捕一派把一派 你不發覺 這次其實沒有人支持 即所謂那群富豪 例如 那時候佔中 沒有人支持 我同意是沒有人支持 因為香港人覺得 上次都已經睡街爭支持 你們都不合 還有少許看人公佳的 大家知道一旦立法 第一批不是自己 肯定不是自己 即是黃黃絲那群 已經捉鬼了 下一班就捉 即是有段時間才輪到我 是的 收不回成本 做那麼多事 即是 香港人很理性 很理性 不過投票那一下 努力不是很多 會記住 我記住 可能他們支持 會捉鬼了這班人 不會 劉聯航 你問一個香港 真是中外球被捉一件 認識的人 他一定會說 他出事 就應該出事 劉聯航 劉聯航就不同 當然劉聯航 很多粉絲 劉聯航當然多粉絲 最重要的是 他為什麼出事 我也不怕說 澳門政府 由他開放倒牌之後 不知道賣了幾百塊地 都沒有一幅公開拍賣 他怎麼分配 你覺得他怎麼分配 有一個官 覺得 什麼 學司馬文 Design Macau 很完美規劃 覺得你這間公司 應該最適合這塊地 用這個用途 是嗎 當官員權力這麼大 就一定是糟糕 只不過是誰去做 現在 所發生的是 就是 起樓宇資本 而最多資本的地方 在澳門鄰近的地區 就是我們香港 一定是有些香港有資本的地方 就會做運銷 然後連同就這樣做 其實 如果當時澳門政府 公開拍賣地的話 香港商人 就不用怕引導去澳門 好了 現在這條法例 最後過的時候 說回 跟財經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 對香港的樓市 或者資產 通過之後 有沒有影響 上次 曼晚舟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是這期溫哥華的樓 跌得很急 因為我以後也是抓的 不過是想不到 美國政府抓的 是 即是這一刻 即是 即是 中國人特別在大陸發了那些 有一個很危的地方 最危的地方 就是 它一定是靠過政府的power 去賺錢的 即是美國眼中 你就是共產黨人 是 不過 如果你是靠政府的power 賺錢的 在共產黨眼中 你就是有些 做過髒話的人 你靠我 你才有今天 是 那你就想去一些比較獨立的國家 例如加拿大 是吧 會引導你 那怎麼辦 所以溫哥華的樓價 而香港的樓價這麼硬 如果我們住小季酒店 低調的 又不是很公開的 我也會說 抓住大樓先 你也會 大樓已經convicted 我還可以司法復合一下 拖你137 沒有 他那些自己人 他更加知道規矩是怎樣 你覺得他們會 錢還會留在香港嗎 只是現在他們已經想好 那如果誰都出聲 你可以分開去哪 全世界都好像我們今集的 即是你的說法 人面都可以看著你 你的說法就是 因為全世界都會被人引導 所以在香港 就算通過這個印度法 都不會有 香港是特別慢一點的 即是你可以作為一個批評 政府什麼都慢一點 你也可以在一個債尾 政府什麼都要看清楚 不要亂來 不要那麼大樓反社會民水 你可以直接去談 不過對於我國內人來說 溫哥華現在是鐵證 是 做了事是無故被人踢進去的 而他們對香港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很多 沙特區護照 已經可以叫做 有幾本 有幾本 等我換了擦 已經知道 香港的文化 女性前面要加富城 又多一半 但問題是 他們現在大陸都通過有信心法禮 即是以前他摸過那些小姐 或在車廂裡拍過些影片 第一個 也是可以引導你上去 而且最主要是可以凍結你香港的資產 所以要關注 如果是怎樣關注呢 我想要 我不知道是新加坡 我有想過會不會對香港和新加坡的樓靠有此消彼獎 新加坡很難住 會擺錢而已 擺錢也…你想想如果新加坡政府都出了名是會合人 我自己聽過就是有人炒卵炒得太厲害 贏了很多當地卵商的錢之後 被邀請離境的 你都找夠了吧 我都算是這樣的 邀請你進去某些地方 不是給他離境 錢放在哪裏 下集可以說 沒錯 錢放在何方才安全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